歡迎收看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妳解決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好 Yuffie 說到這個運動 大家都知道它是 對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像很多家裡的長輩 都懶得出去運動 有時候想說 娜培哲女出去玩一玩好了 好 變大了 娜培朋友出去爬山路 不錯 也不錯 變大了 其實最後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的 不要說長輩 我現在上廁所 我都選那種做事的馬桶 月蹲的膝蓋很痛 對 所以這個攜帶控 這個會影響到很多人 所以膝蓋痛怎麼想要走路 可是不走路 好像急便也就會慢慢來了 如果不運動的話 所以等於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也有這樣的問題嗎 或是你家的爸爸 媽媽 阿公 阿嬤 有這樣的困擾嗎 收看這一集 我們要一起幫你顧好 兩顆圓圓的 重要 不要緊張 是吧 好 首先來歡迎 我們的特別來賓 但是你們記得 如果你答對的話 可以得到我們的精美禮品 優勝 所以要好好加油 首先歡迎我們 別跟我作對了 於是大人還有姿佑姐 你好 今天是帶我子來是不是 好 可以 差不多年紀了 看起來 因為要走得動的話 帶兒子才可以一起走 對 真的 沒錯 不然真的是兒子 就會站在旁邊等 然後媽媽坐在這裡等 不知道誰等誰都不知道 對 這樣講也對 那我跟妳講 妳以為年輕人都走得動 沒有 也不一定 也是 他們最後都在打電動 他們是走得動 對 都在家裡 還有都是 上街是很防的 對 也是 很好 今天歡迎 拜託讓我對的 藍波還有黃沐妍 預備 藍波 好的 今天來歡迎我們的醫師 專家請歡迎我們的 營養師劉怡玲 妳好 大家好 今天歡迎急診科醫師 張士函醫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歡迎美國自然醫學醫師 林又榮醫師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這三位專家 今天要來跟我們一起 好好地討論一下下 不過說到跳舞 運動這方面 藍波哥你真的是 從小就開始接觸這個東西 你幾歲開始 我應該是從小很愛運動 我的運動量算大的 可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都很靈活 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有在運動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包含我現在 除了教舞 練舞之外 其實我很喜歡打棒球 一個禮拜會訓練到 三次到四次 那很長 因為揮棒 可能你可能要揮 兩 三百次 打棒球是高強度 因為你還要跑累 然後你滑累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傷到你了 是 我自從腳開始不舒服之後 我從原本的三 四次的訓練 現在只能縮短道 這一陣子是幾乎沒有訓練 甚至只能一次 我的每一個禮拜 都還有三 四次 本身要上的課 所以你除了這個課之外 你就必須要儘量休息 其實我之前曾經 有一次就是摔跤 摔跤完之後我想說 我的膝蓋好痛 然後痛了大概兩個星期 我覺得不妙 我就去看醫師 醫師就從我的膝蓋 沖 好大一管的那個 濃嗎 就是濃水這樣子 我最後發現其實真的 就是老了之後的修復力 真的會變弱一點點對不對 我其實以前年輕就是念體育 你念體育的 我念體操的 雖然看不出來 你是負責抗人的那個 抗人的那個 還是 對 所以不是 不是 結論這不重要 大家都有年輕過 重點是 以前年輕 你在痛 你在撐 你都不覺得 是 然後你覺得它三天就好了 然後你知道嗎 我大概在 其實前幾年 我大概四 五年前 是 我有一天就是 蹲在地上整理書櫃 弄完之後 是不是很順其自然就站起來 站不起來 你就這樣 忽然 卡住 我左邊膝蓋 我要這樣子轉個彎 然後它才慢慢地起來 你知道那時候才讓我嚇到 然後從之後我每天走路 我左邊的膝蓋就 走到每一步 它都是要嚇一下 你自己會有感覺 對 其實自己會有感覺 很可怕 所以小亮哥都很容易知道 姿佑姐走到哪裡 沒有 她現在要直播了 然後最主要 就是痛到後來我就哀哀叫 真的那個痛到後來心情不好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老公就 是說叫我去看醫生 你知道看完醫生更生氣 怎麼了 因為醫生說 林小姐 妳很痛 我知道 但是妳還是要動 因為妳那個就是缺少運動 妳要動它 妳越動它越不痛 問題我心裡就OS 就很痛 怎麼動 醫生有聽到我的OS 他說我會開止痛藥給妳吃 會開止痛藥 重點是她又講了一句 是 妳要減肥 這樣還要 姿佑姐保持很好 不要冷靜 那是我這兩年減的 我前兩年真的有點胖 然後他說 因為妳有沒有想過 妳的腳那麼細 然後膝蓋才這樣一點點 然後妳這麼重 然後她就負擔太大 是很傷心 那我又OS了 你今天講 我明天就會瘦了嗎 也不會 所以那怎麼辦 怎麼辦 就回去繼續痛 所以你知道我那陣子 第一 我不愛動 我也不愛走 然後就心情都很不好 對 真的會 青年紀漸長之後 你真的可以感覺到膝蓋 真的還開始有一些 不舒服的地方 我常聽說什麼退化性膝關節炎 是造成老人家 就是喪失行動的主要原因 是真的嗎 對 的確 退化性的膝關節炎是 全世界在健康上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 70歲以上老年人根本不用講 大概有70% 有退化性的膝關節炎的問題 所以說它對老年人的行動力 真的是影響非常非常大這樣子 我們說退化性的膝關節炎 比較正確的講法 其實叫做 骨關節炎 骨關節炎 我們從它的英文叫做 O A就可以知道 這個O就是骨頭的意思 A就是關節炎的意思 所以叫骨關節炎 是一個比較正確的講法 怎麼說呢 因為你講退化性關節炎 會讓人誤解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正常的老話 就是筋骨不行了 我年紀大了一定會有的東西 其實不是 退化性關節炎 當然它的原因有兩大類 剛剛各位來賓分享的 主要是第一大類 就是外傷引起的 外傷過後 你的膝蓋如果受傷過 之後變成退化性關節炎 基本會變高 第二個就是一些慢性病 比如說哪些呢 當然 老人家會有 肌少症的問題 這些東西都會進一步地 造成膝關節炎 膝關節炎就是說 你的膝蓋裡面 軟骨一些磨損 進一步地造成 整個膝蓋結構的破壞 了解 直到沒有辦法走路 所以說好好的保養膝蓋 學習一些實用的技巧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就來考考大家 對於膝蓋保養的概念 怎麼樣 好 所以馬上進到我們的 百人迷料搶答題 請問 保護膝蓋的好方法 有哪些呢 要聽到請講答之後 才能搶答 我們選前五名 好緊張 然後如果說越難的話 分數會越高 是 這樣子的 所以聽到請講答就快搶答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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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我非常清楚了 很好 因為我就是剛好 就是有這樣的問題的人 所以醫生也跟我講了幾樣 很好 平常可以保護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保暖 膝蓋保暖 很重要 電氣變化 而且保暖很重要的意思是 不是在以你保護之外 而且在你每一天起床 要活動之前 讓你的膝蓋先熱開 有點像熱身 我覺得這個答案可能有 關於保暖這個到底有沒有 沒有 就是膝蓋要 保暖 最多人答對了10分 藍波老師說到 這保暖真的是非常地重要 因為如果你有足夠的溫度的話 血液循環才會活弱 活弱的話 那些發炎因子才會流走 才不會一直在那邊造成局部的發炎 然後造成關節局部的疼痛 所以保暖真的很重要 你就是可以用 國外因為其實 歐美通常是冬天都很冷 他們都是很習慣用電熱炭 然後直接鋪在膝蓋上面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可以讓它就是說 熱敷差不多 5到10分鐘 之後就是可以休息 另外一個就是說 盡量可以穿褲子 女生的話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 女生有時候夏天喜歡穿這個 就是 斷裙 斷裙 對 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在冷氣房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可能要蓋一個什麼 就是墊子這樣子 棉被 小棉被蓋住這樣子 所以褲子當然會比群張來得好 這樣子 對 請這樣答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其實答案就在 她剛才主持人有講的事情 我講什麼 控制體重 你閉嘴了 你 不是你老師 是姿佑姐講的 不好意思 我聽到了 我忘記了 你答對 從她那邊答對過來 還有什麼意義 沒有 我沒有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來看看控制體重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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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控制體重真的很重要 但它就是 對 我們來告訴大家 如果沒控制體重會怎麼樣 依依 理姐 其實針對 肥胖型的退化性 換界面的病人 妳的冷靜沒有那麼用力 妳可以 妳可以學張醫師 就講這個兩者說輕一點 然後不要看 妳好 好 輕一點 不要看 沒有 開心 我都看藍牌 針對體重控制不好的 退化性 關節炎的病人 完蛋了 事實上 它 我們會建議 它要控制良好的體重 在臨床上 我們有實證醫學 因為我們請病人去控制體重 病人就會說 到底我要減多少公斤 實證醫學上面來講 建議就是說 我們會 減你現有體重的5% 其實就有明顯的改善 例如 如果你現在是 所以4公斤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膝蓋會好很多 然後另外提醒就是 有一些退化性關節炎病人 他體重過重 他沒辦法減下來之後 他會伴隨著什麼問題 他會伴隨著 他久而久之 他就不動 不動的話 就因為一種臥床 或是坐在沙發的時間 變久了 會增加三高的風險會提高 所以他後面的風險 才是最嚴重的 真的 不可以 妳怎麼那麼有感觸 不是我 是我朋友 因為我朋友之前就因為太胖 然後他覺得 走路很痠 很痛 他就不跟我們出去運動 然後他就是因為太胖 原本只是因為太胖 而且他很年輕 他不動不動 現在他除了膝蓋退化以外 他就是整個慢性病都上來 像他現在有糖尿病 他跟我一樣大 我同學 真的 他很年輕 因為他都沒有在運動 所以他代謝很差 不愛運動胖的人 吃東西也不會克制 所以他腎臟也有一點疾病 然後糖尿病 他之後可能 我覺得他再不動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因為血液會越來越濃 然後我覺得 不要覺得說只有老人家會得沒有 我30歲 我朋友就已經得病了 我媽媽也是膝蓋 因為媽媽 沒有我那麼胖 媽媽也算胖 所以媽媽那時候 其實膝蓋不好 就是去換人工關節 然後換完之後 可能就是一腳就一直要用力 一腳你就發現 他好像大小肌 就是好像有一點 大小腳的感覺 對 然後到最後他就 另外一隻腳也去開了 所以兩隻就一樣的 但是我說實在一點 這種會大小腳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唱饒舌歌曲的 好像都有 為什麼 又開始這樣嗎 因為他會一直 又吃起來 又吃起來 他提醒他自己哪一隻腳 比較重 請向答案 你問答案 我想問你 還有一個答案 我覺得我有可能知道 是保健食品呢 保健食品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老的時候可以吃一些讓 我覺得那也算是一個 可是我現在有在做的 我自己講我也在做 好 就是 護膝 有 對 因為我現在其實因為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平常的時候 還是要上課 跟大家說 我膝蓋有受傷 可是我還要上課 那怎麼辦呢 就是帶護具 我帶護膝 保護我 讓我的膝蓋 原本承受的力量 可以分擔掉 帶護具或者是護膝有沒有 護膝 善用 補具很高 老師 25分 不過這個觀念很對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總是可以利用其他東西 來幫助膝蓋去減輕負擔 主要一個是補具 一個是護膝類 我們先講補具 補具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 輔助你 對 所以像說是這個 老人家如果在爬山的時候 假如說這個是 拐杖 你手放這邊 這樣是不是壓力是不是可以 不用完全就是 放在你的膝蓋 它要分散這個壓力 但是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跟長者們說 不要把全部的力量變成 都是放在手上 到時候換是你手關節會出錯 了解 變好像你的手在走路 手在爬山 所以你的施力點 就是也滿重要的 對 所以這是輔具的部分 另外是護膝 護膝它其實很重要的是 它其實是穩定整個膝蓋的關節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真的去看 解剖學的話 膝蓋它除了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肌肉 上下有肌肉 所以就是說你護膝 其實是讓它這整個結構去 它把它包住 把它就是穩定住 不然有時候會變成就是說 會有什麼就是英文叫做 意思就是說 鬆掉 脫掉了 對 然後就變成是 整個膝蓋就是不穩定 膝蓋不穩定的時候 你軟骨就容易 更容易就是受損 了解 對 所以護膝非常重要 可有原因是像譬如說 之前我也是膝蓋有點問題 所以我有帶護膝這樣子 然後又有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不要太依賴它 因為到最後你膝蓋會 如果你沒有帶它 你膝蓋會沒有力量 這種說法是對的嗎 我覺得這次要看一個事情的 就是進程的先後順序 一開始就是你受傷的時候 我們的確需要 就是護膝來讓它穩定 然後這時候我們也是 可能就補充一些就是說 適當的營養 去幫助膝蓋這些軟骨 組織在修復 因為你總是需要療傷期 療傷期也是需要保護 同時你再鍛鍊一下 你的股市頭肌肌力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話 那OK 那你都比較強了 你比較 就是恢復比較好之後 那你再把這個腹 就是把它的程度就是減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過渡 就是一個過渡期 對 就是用的時間也很重要 時間也很重要 氣象大 太難受過了 好好回答 剛剛醫生有說 我覺得應該他們要 加強你的肌力 對 加強什麼 你的股市頭的肌力 像我以前是運動員 然後我是跨欄選手 你以前是跨欄選手 對 像我以前是韌帶都是撕裂過 對 我們去做復健的醫生都會說 你要加強你股市頭的肌力 了解 來保護你的膝蓋 因為你要肌肉強一點 才有辦法 包覆你整個肌肉 講得很好 真的 就是強化我們的肌肉 或是增加我們的肌肉 來 看一看 有沒有 很好 很強 思達講得非常對 也就是說我們的膝關節 不是只有裡面的 骨頭 軟骨 韌帶而已 包在它旁邊的肌肉 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不管是能夠穩定它 或者是說 接受一些衝擊 所以強化膝蓋附近的肌肉 非常非常重要 大概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你要適當地做一些重量訓練 第二個 優質的蛋白質 跟必要的營養素 一定不可以少 這兩個都是讓你的肌肉 發展完全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張醫師 你也算是被醫師耽誤的健身教練 你可以教一下 我還是要人家教 在家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沒有 譬如說我們可以強化 我們膝蓋旁邊的那些肌肉 有 剛好施達剛剛提到股四頭肌 我今天就來教大家 兩個動作 可以讓你的股四頭肌 非常地健康 進一步地保護你的心 一起來運動一下 謝謝 歡迎來到大聯盟下車 加油 準備好了嗎 謝謝 我們出發了 專士 你要幫我們示範什麼 對 我今天要示範兩個動作 讓你的股四頭肌 可以充分地做到訓練 股四頭肌 股四頭肌 股四頭肌就是大腿前面的肌肉 股四頭肌是由四塊肌肉構成的 所以它叫四頭 它平常負責我們的膝蓋伸直的動作 伸直的動作 可是另外就是說 股四頭肌因為它會包覆到你的膝蓋 所以說它有支撐你的膝蓋的作用 好 那你要給股四頭肌完整的訓練 第一個 你要 我現在教大家第一個動作 好 這個動作叫做 坐姿直抬腿 坐姿直抬腿 現在大家跟著我 把你的左腳直直地抬起來 左腳直直 你做這個動作 你只需要很簡單的設備 就是一張有靠背的椅子 靠背的椅子 對 讓你的背部 輕鬆地靠在椅背 是 藍波老師 你沒有靠背 好 那把你的左腳抬 伸直 如果你可以伸直之後 你還可以試著讓你的腳尖往你自己跑 勾一下 維持這個動作10秒鐘 你就是在訓練你的股四頭肌了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換右腳 換右腳 伸直你的右腳 然後把你的右腳尖往你的身體靠 一 二 三 四 10秒鐘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好 五 十秒鐘 重複這個動作 讓你的兩腳都有20次的動作 二 七 對 最好每天都可以來一次 這個就是訓練股四頭肌力量 一個很好的運動 而且只需要一張椅子 好不好 麥 第二個 我們來教大家 伸展你的股四頭肌 是 這個時候動作就反過來了 好 一樣先從左腳開始 讓你的腳放到椅子上 這個怎麼可能 這個 沒問題 如果說沒有辦法放到椅子上 你可以盡量往自己靠近 抱著腳踝的地方 醫師 我必須說 你現在這個姿勢 好性感 真的 我真的做不到 我 我不是腿太短 我是肚子太大 你看 我上不去 好難 沒關係 如果說這樣 但盡力 盡力 你可以這樣子 稍微有點抱著就可以 抱著就可以 這也可以伸展到 左腳30秒之後換右腳 一樣讓你的腳踝 最好是可以把腳放到椅子上 這是一個股四頭肌伸展的運動 是 你兩腳各五下 你就可以把剛剛緊繃的肌肉 再度放鬆 而且其實很奇怪 我剛剛真的只是做一下 我覺得我耳朵是熱的 對 就是其實它其實還 全身都熱起來 沒錯 股四頭肌是身體很大一塊肌肉 你運動到它 其實你會間接地運動到全身 促進全身的血液循環 所以剛剛教的就是一個 股四頭肌的縮縮加伸展 了解 謝謝我們的老師 拍招 到運動之後 覺得全身都暖起來了 希望腦子也很好使 好不好 最後一個分數最高 因為這個答案 我覺得是可能比較專業的人 會比較知道 可是其實現在大家 其實都用得到這個東西 也需要這個東西 請教他 好強 小豬你好強 可是有時候不能給藍波老師 都給他按去 我也想要按一下 妳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像剛剛醫生有教 就是放鬆拉筋 放鬆 放鬆就是每天都要 放鬆跟休息 我也覺得是放鬆 因為我現在目前來講 盡量 我剛剛有講到 盡量要給自己一些 休息跟放鬆 延展的時間 很好 讓自己休息 放鬆 延展的時間多一點 來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可是我可以說他很專業 他其實可能是在之外 就比常一般人家不知道的 對 但是這個答案 再想一想好不好 請教的 好恐怖 好可愛 厲害 我覺得就是 日額 是不是 就是我在用的 要吃保養品 對 我覺得要補充一些相關的營養 很重要 因為我還是覺得 退從用吃的比較快 因為我們懶得動 比較方便 對 可是剛剛看 姿佑姐的旁邊伸展 她確實體能很好 謝謝 妳剛剛腿可以弄上去 我覺得很難以 我今天很好 可以都包到這裡 真的很厲害 對 保養品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 沒錯 就是補充相關的營養書 那到底要吃什麼 那要怎麼樣才是在吃對呢 我們來請一下 我們的營養師來告訴大家 不管大家在走路 或跑步 甚至於做運動 其實你的肌肉 都是處在一個磨損 然後發炎的狀況 所以你要做蛋白質 吃進來之後 就有這個修復的功能 所以蛋白質要足夠 這邊有提供兩種營養素 包括所謂的 Omega 3的脂肪酸 如果你現在腿化性關節 其實已經有一點痛了 或是說你真的有時候 天氣變得不舒服 或是說你運動的時候 爬山的時候不舒服 需要補充這兩種 Omega 3的脂肪酸 我這邊推薦四種魚 一個就是鮪魚 青魚 秋刀魚 鮭魚 其實它都非常地豐富 所以一週至少要吃到兩次 我們建議一週吃到兩次 每次大概就是一個 手掌大的量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肋黃銅的營養素 它存在在哪邊 你就要把它想成像是 還有薑黃的部分 就是有調味 辛香料裡面非常地多 然後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像有些人是 年輕人可能上班族 他膝蓋就是不舒服 上肩上來回來就是會痛 或是乳酸堆積這一種的 事實上你可以吃一些 柑橘類的東西 比如說 其實在運動完之後 補充一杯柑橙汁的話 它就是有類黃銅的成分 可以預防乳酸堆積的 比較嚴重 就是嚴重的話可以把它 減少它疼痛的時間 然後另外其實現在有一些研究 發現就是 剛剛其實這姐提到 保健食品裡面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說 你只要膝蓋不好 關節不好 其實都會講到說 要吃葡萄糖胺 對 其實還有就是包括一些 軟骨素 然後還有是 膠原蛋白要選二型的膠原蛋白 還有 它事實上對於一些膝蓋 軟骨 關節裡面的潤滑 還有增加它行動的靈活 是有幫助的 所以剛剛提到的是 我們的膝蓋裡面 包括關節 包括軟骨 但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外面要顧好 所以就是肌肉的部分 肌肉最重要營養成分 就是維生素D 所以維生素D如果足夠的話 不只是幫助鈣質的吸收 其實它是整個肌肉的 正常的營養 其實就是需要它 但維生素D很難攝取 因為要曬太陽一天曬很久很久 才會有足夠的維生素D 女生又怕曬太陽 又怕黑 對 好癢難 我覺得她姿佑姐說得對 要吃得好了 要吃得最方便 所以我以前 妳講的那一些什麼保養 是 然後熱膚 我還有眼紅外線燈 我還有藥膏 妳家是醫院嗎 不是 你不懂那種痛起來 你真的 只要它不痛 你什麼方式你都會去試 真的 會試這樣子 我後來真的發現 用吃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我可以比較好保養 我覺得那個讓我是比較舒服 是 所以其實很多人對膝蓋保護 都有自己的方法 有自己的一套 專業還是不專業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不過我們來看看 民眾對於這個保護膝蓋 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一起來看看我們的VCR 請問保護膝蓋的好方法 有哪些呢 我認為是事前先暖身 因為像我們以前打排球 如果沒有先暖身的話 可能很容易 膝蓋就拉傷一些的 這個扶膝蓋可以保護膝蓋 我想應該要有 有複膝 有 有輔助工具 體重上面應該要控制一下 如果像太重的話 如果說爬山 這種都會很 膝蓋所承受你的體重 就會比較大 覺得是運動前要暖身 去保護好膝蓋周圍的肌肉 補充一些營養素是好的 體重可以控制得好 這樣子讓你的膝蓋的負擔 可以降低一些 我覺得是運動前要暖身 不然感覺很容易膝蓋受傷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強化自己的肌肉 讓自己在運動的時候 保持一個好的動作模式 然後這樣可以保護到膝蓋 我們都知道 水的浮力可以減輕體重 對膝蓋的壓力 所以游泳是很好的 膝蓋復健運動嗎 大家很專業 對 因為其實一直聽說游泳非常好 就是水的浮力 可以減輕我們這個重量 然後對膝蓋的壓力 所以游泳真的是很好的 對膝蓋復健的方法 保持的方法 這答案是肯定的 游泳跟我們說走路 爬山 跑步 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把阻力的方向 從垂直改成水平的 也就是說你是在對 水平的阻力做抵抗這樣子 當然對你的膝蓋就好很多 只是說這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游泳 畢竟有很多不同的游法 對於有膝關節炎的朋友來說 比較好的選擇可能是 因為自由式跟養式 不用像蛙式一樣 你必須要把膝蓋彎曲 在打水波 因為膝蓋彎曲打水的動作 對膝蓋本身就是一種磨損 所以說有膝關節炎 我會建議盡量選擇 養式或者是自由式 如果我不會游泳的話 在游泳池裡可以做什麼 不會游泳的話 在游泳池走路也是個好方法 因為走路 雖然說你還是在走路 可是你垂直方向的阻力 也變小了 也就是說 你是在利用水的浮力 幫你分擔掉一些體重 所以如果體重重的人 覺得走路也有一點壓力的話 可以到水裡頭去走路 其實現在有很多 有氧的訓練 會把這樣的東西帶到水中 例如說水中的有氧腳踏車 對 它又有一點用阻力片的概念 讓你去吵的時候 然後坐在裡面的時候 你又不會覺得身體太重 又有一些是 例如說在水中跳的有氧 也是讓你的體重減肌 水中跳的有氧 其實你看 你在水有阻力的時候 很難 其實很難 但是其實你在裡面的時候 因為它會有一點小小 飄飄的感覺 對 好像膝蓋承受的壓力也沒這麼大 但是也可以訓練肌肉 今天大家對於膝蓋的保養 好像很多自己的見解 我們來看看 你的分數是多少 首先別跟我做對是50分 拜託讓我們對也是50分 謝謝 所以你都放3顆 現在可以比我們精美禮品 腳步又更近了一點點 3顆 加油 3顆 3 來 天啊 這機率是一樣的 真的嗎 老師 我們都是走這種 斜門歪道 我們家庭不會就沒有辦法 有勝算 沒關係 我們還有第二回合 我們不用擔心 命運會安排一切 對 馬上進到我們的 是非搶答題 來看看我們的第一題題目 是什麼 請問一下 膝關節從彎曲到筆直 是處於放鬆的狀態嗎 Yes or no 請搶答 厲害了 老師 小豬 就是要幫你 小豬厲害 搶到了 很好 你打到那樣做 好 我覺得是 Yes 為什麼 感覺像曲的時候會比較有拉扯 然後你放開的時候 沒有 就很像 它其實很像一個避震器的感覺 一個彈簧一樣 幫你往下折的時候 好像一個往下壓的感覺 然後放鬆的時候有沒有 就會慢慢地伸直的感覺 你會軟曲嗎 就慢慢地放鬆 大概是這種感覺 很好 這種感覺 而且剛剛你們也講說 放鬆很重要對不對 對 來看看有沒有答對 他們答案是 Yes 有沒有答對呢 恭喜 我們有分了 我們有分了 放鬆 放鬆到伸直 就是彎曲這樣子 是真的可以放鬆的嗎 上樓梯的時候 假設說我的碗關節 現在是那個膝關節 它其實是會從這個 就是彎的狀態 然後它打直 你才能爬上去 所以這時候 我們的內側皺壁的這邊的 一個結地組織 它就會放鬆 相反的 如果我們在下樓梯的時候 其實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大家就會說 下樓梯是比較傷關節 因為它其實就被拉 就這邊是有一個拉力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會說 下樓梯反而要特別小心 盡量就是說 避免就是說過度地下樓梯 你可以就是爬樓梯往上 下樓梯坐電梯 下樓梯坐電梯 坐電梯 好 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不可以吃海鮮跟豆類 Yes 或No 請講答 我不敢 斯達 這是市民大 可是我覺得按得很危險 可是它覺得危險才不按 想清楚 好好想一下 是的 想清楚 我們準備打開口袋 送你們的分數 不可以吃海鮮豆類 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是可以吃 我覺得是可以吃 好像海鮮豆類好像是痛風 才不能吃 而且海鮮豆類都有蛋白質 不是說要修護 蛋白質是修護細胞 訓練完骨四頭肌之後 補充良好的蛋白 對 當然要給它是良性 對 給妳 好 他們答案是 NO 來看看有沒有答對 所以是可以吃海鮮豆類 對不對 對 不能夠吃所謂的豆類海鮮 或者是濃湯 或者是烈酒這一種 事實上是指的是 你本身的 就是有痛風過 然後你可能體內 你吃這些東西進來 蒲林過高 有可能誘發再一次的痛風 了解 因為痛風的地方都發生在 主要是發生在大拇指 就是腳的大拇指的關節處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只要 反正跟關節炎有關的 都不能吃 事實上是 就是曾經有發生過痛風的 那就要避開這些 所謂的高蒲林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有痛風過 但是你正 就是說你沒有在痛風的狀況之下 豆類 豆漿其實適量吃是OK的 所以這個其實提醒大家 然後另外剛剛提到 退化性關節炎的病人 反而吃海鮮 豆類是好的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 低脂高蛋白的 所以能修飾 是很好的一個食物來源 直接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臀部的肌肉過於緊繃 會造成膝蓋疼痛嗎 YES或NO 請搶答 還沒有打 有啊 請 還在搭的補充下 打到同時 很準確的同時 沒關係 這個題目其實不容易 而且這一題真的不容易 身為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好 通常會講這個名詞之後 打錯很糗 真的 真的嗎 專業運動員 對 先講在前面 這個專業 我聽姿佑姐說是對 真的嗎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其實 因為你肌肉緊繃了 所以你可能 你會力竭 然後會用其他部位 會吃的力量會多一點 所以你可能屁股已經痠痛 所以想說那我就 膝蓋多一點去幫忙處理 而且我們剛剛做的那個動作 其實就有發現了 其實我們先把它拉緊 然後放鬆 其實我們整個 股視頭肌跟屁股 這整個肌肉其實都是有 都有動態 所以其實這些 整個肌肉是緊繃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膝蓋 因為連帶的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放鬆 所以他們答案是 YES YES 有沒有答對的 好厲害 大家這邊很會打 很強 是正義嗎 所以我本來有帶運動 可以讓大家體會一下身體 有 的確 臀部過度緊繃 為什麼會影響到膝蓋 這兩個關節 明明就離了一條大腿骨的距離 為什麼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維持我們的體重 然後保持我們身體的平衡 絕對不是膝蓋自己的工作而已 它有很多關節參與在裡面 我們的膝蓋往上還有哪些 有髖關節 對 髖關節往上有什麼 有骨盆 有腰椎 這些通力合作 才可以保持我們身體的平衡 現在當你的臀部太緊繃 會讓你的髖關節不穩定 大家想一下 如果說一個團體裡面 有一個人都不做事 其他人就要分擔他的事情 對 現在你的髖關節 沒有負擔他該做的事情 去保持你的身體的平衡 你的膝蓋 你的腰椎 就跟著來加重工作 讓你的身體可以保持平衡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的身體的肌肉 我們的下肢肌肉是連在一起的 我們的臀大肌 連著大腿的肌肉 我們的大腿的肌肉 又連著膝蓋的一條骨頭 叫做 病骨它 大家前面都摸得到 一條會滑動的骨頭 蓋在我們的膝蓋前面 有人說簡單講就是膝蓋骨 它的滑動是循著一個固定的軌跡 可是這個時候 假設你的臀大肌太緊繃 它會連帶讓大腿的肌肉也緊繃 大腿的肌肉也緊繃 就會影響到這個病骨的滑動軌跡 會讓它跟旁邊的骨頭 磨損更嚴重 所以這一體其實不是很容易 不過教大家 大家一定要認識一下 就是說放鬆你的臀大肌 好好地做一下 髖關節的伸縮運動 這樣的話對你的膝蓋 其實也有幫助 運動員果然不一樣 連鎖效應 對 施大肌非常有概念的 很好答對 我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呢 請問一下 少動就可以減少膝蓋軟骨的磨損嗎 YES或NO 請降噪 有了 有了 少動就能減少膝蓋磨損 錯 我覺得適度不能少動 還是要維持 還是要維持 我們就是要鼓勵人家來運動 我們覺得是 錯 答案是NO對不對 是的NO 來看看NO有沒有答對 預備 恭喜 好陷阱 好可怕 所以這個少動 多動 其實很難拿捏對不對 對 我們要怎麼拿捏那個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拜託讓我對 真的就是很有那個Sense 就是說 對 你動太少不行 它動太多也不行 過度的話你就會造成軟骨磨損 可是如果你不動的話 那你是不是體重又上升 體重上升 我們剛剛講到 你整個負擔又變大 對 而且你不動的話 那你這個骨絲頭肌也會萎縮 你的膝蓋整個穩定性又更不好 對 更不好的話 裡面的結列組在那邊動來動去 軟骨就磨來磨去 就磨光了 對 所以就是說 變成是要適度地 變成說就是說不要動 而且是適度地動 而且是怎麼動 動什麼 對 你說像剛剛提到的有氧 水中有氧 那就是很好的一個緩和運動 不過之前我記得有一陣子 很流行說明說 一天贏萬步那個東西 對 包括我們剛開始之前講說 走路其實是一個 很隨手可得的運動 那到底走路我們要走幾步 是比較OK的 應該就是也是要看就是說 目前的這個狀況 對 如果說是 已經是有這個 比較嚴重性的疼痛的話 那可能就是 營養素的這個使用 然後再配合就是說 可能 而且要帶護膝 所以要看就是說 每個人可以承受的量到多大 每個人體重 身高 飲食 然後這個年紀 這個都不一樣 對 但是就是說還是要動 那我說每天就是 五千到一萬步 就是看你可以承受的量是多少 你知道我有一票朋友 他們就很愛去山上 然後去一些老街逛逛吃吃喝喝 一些土產 你知道嗎 我那一陣子 每次只要他們說要到哪裡 我最記得 永遠記得 他們有一次也有去苗栗南莊 那邊不是很美 很美 很漂亮 然後有爬坡 然後有樓梯 然後那個爬坡走完之後 我就說不行了 我那個膝蓋刺痛道 我去車上等你們去 他說我們等一下走到裡面 要去吃什麼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 什麼心情都沒有了 再美的風景我也不想看 再好吃的我都不想去 我就脾氣就一直要上來 我說要不然我就在這裡等你們 你們去我等一下回來就好了 我朋友就說 你這樣子我們還有誰要約你 你知道那會影響到人員 後來他們出門就不太約我 我覺得更恐怖的是 我連我兒子都會覺得 媽 妳怎麼都這樣 出門好麻煩 你知道我那時候當想 沒有朋友就算了 沒關係 你知道我那時候只想到 天啊 連我兒子 都覺得說跟我出來是很麻煩 有一天我會變一氣老人 你知道嗎 變成他自己去還不約我 怎麼行 變成累贅了 感覺 可必要這樣子嚇我 所以 所以 我那時候 我跟你講 朋友就說 你這麼年輕 趕快保養 你不要趕快去看醫生醫藥 然後一下子叫我吃葡萄糖 一下子吃固軟骨的 一下子吃蓋便找一堆 我跟你講 我後來就回家上網 上網去查 我就看到那個淑芳阿姨 而且她80幾歲了 然後拍戲來講 又很靈活 對 我就覺得這個一定非常棒 然後我就上網去查 我就看到 她吃的是那種 日本非常老的一個品牌的 葡萄糖胺 我跟你講 我有帶來 因為我現在是隨身帶的 沒有說你擺在車上 因為它很方便 然後我有去認真研究它的成分 因為你要知道 它把我膝蓋整個不舒服的 所有的軟骨 它也幫我保護 然後你們剛剛講的肌力 它也幫我顧倒 所以它是雙管齊下 所以這種副方 讓我省了很多事 你知道嗎 更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 它好小一顆 對 它很好吞 很好吞 然後這種小小一顆 連老人家吞了都很方便 所以我推薦好多老人家 他們都覺得這個好 然後你知道嗎 你們剛剛講的那一種 四 五千步 我跟你說 我也有量 你不要這樣 不是年輕人才有走路 這件事APP 然後馬路 而且你會用APP 已經很厲害了 該怎麼這樣 你的智慧型手機好強 對 剛剛 剛剛醫生不是說要走五千步 五千步 對 五千步 我剛剛其實很汗顏 我剛剛就很想拿出來偷看 對 你知道我認真努力 用力 走到後來哭了 你知道我才走幾步嗎 4499步 4499 我覺得走到4000 我都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那時候真的走到會生氣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罵一直念 但你知道嗎 吃完以後 我保養了之後 認真保養 你知道我現在隨隨便便請 好厲害 五萬多 五萬多 要走到一萬步其實不容易 說真的 但我覺得 體力要滿好的 現在是OK的 其實人是這樣 你越走就越能走 對 你越動就越要想動 最主要就是說 你心情好你就走得久 對 後來我就常跟我老公出去走走 玩玩逛逛 因為我覺得活得老走得動 然後不要跌倒 對 因為你活得越老 你就越能走的時候 其實那種心情會愉快的 那你要知道 因為我婆婆在去年的時候 她就在家裡跌了一跤 然後就灌骨一段 我跟你講 在家就半年不能出門 絕對 然後我跟你講 第一 照顧她的人很痛苦 然後她自己心情也不好 也不好 然後要重新練習 所以這個過程我都有 所以我很怕就是說 老人來跌倒這件事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照顧 我的一個膝蓋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走不動 那個變得老人 OK 然後我自己心情不好 那小孩也不要理你 老公也不要幫你推輪你 那怎麼辦呢 而且如果小孩一理你 沒有很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他其他的日常生活 會變成他的負擔 對 這是真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好好的照顧自己 也照顧家裡的老人 然後我們自己才會有福氣 你知道嗎 不要跌倒是差很多 其實剛剛姿佑姐提供的 這個保健食品 其實我媽媽自己也有在吃 對 我媽三年前其實就在吃 而且是持續吃 因為它事實上 這一罐跟一般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由內到外都保養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講說 膝蓋保養 其實第一個 你軟骨 軟骨要顧好 它裡面其實有三種對軟骨 很好的營養成本 第一個就是 軟骨素 軟骨素基本上它長得有點黏黏 就是黏黏稠稠的 所以它具有保水的功能 對不對 有時候你常常會覺得 膝蓋卡卡對不對 不舒服 那它有保水 第二個就是有 二型膠原蛋白它就提供 所謂的彈力 就有點像我們車子的那種 脖子這樣子 是 你走 跑 蹲 其實你都要有彈力 你才會舒服 沒錯 所以你要走得久 走得遠 都需要有二型膠原蛋白 第三個就是 蛋白聚糖 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成分 它基本上很難從食物裡面 去補充到 它有潤滑 然後增加我們行動靈活的功能 所以軟骨裡面 它需要具備這三種營養成分 剛好這一罐都有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現在其實由內到外 外面 我們講的是肌肉的部分 那肌肉它必須要補充什麼 一個叫做 那麼可愛的名字 對 有這種很趣味的感覺 對 其實我們人體本身有 但是隨著不可抗拒的原因 就是年紀變大了 或是有時候可能你使用過度了 它就會慢慢流失掉 所以你必須要從外面來補充 那它是什麼 你就把它想像成 因為它是從回油魚類裡面 萃取出來的成分 其實就像回油魚類 它一輩子都在游泳 一直來回來回地有 所以肌肉非常地有力量 所以如果你吃了之後 你就會像回油魚類這樣 肌肉非常地有強 對 所以它不只可愛 它還有非常大的一個功能 另外還有肌肉其實最主要 它還需要一個維生素D 維生素D它是維持肌肉 正常的營養成分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講說 我們現在就是富方的保養 由內到外 我剛剛提到我媽媽有在吃 對 因為我媽媽之前三年前 因為她膝蓋不舒服 導致我爸爸沒飯吃 她就跟我爸說 那不然我們一天改做吃一餐好了 我爸就說 對 她說這樣不行 對 然後後來就求救 我就幫她選了這個保健食品 結果吃了其實一個月之後 真的有感 然後加上 因為我們家都會去家族旅 這也太可愛了 太厲害了吧 這個太可愛了 這個太可愛了 好厲害 這很厲害 這很高 而且我帶我媽去埃及 然後那一陣子流行跳起來拍照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媽她是已經 已經六十幾歲 然後我同事就說 妳媽也要玩嗎 我媽說我要玩 然後因為我技術很爛 我一直幫她拍 拍不起來 我媽一直跳 一直跳 好可愛 對 感覺好好 看到爸爸媽媽這樣 真的會很高興 好開心 真的很高興 然後自從她去埃及之後 就開始每年都要準備一次旅遊 所以第二年 我們全家就有帶去日本的四國 然後四國事實上它是一個 它這個寺廟 它是金刀比喻宮 它的階梯有大概700 700多 700多階梯 那個走很遠 對 然後這個是在中間 大概200多的時候 我跟我爸媽一起爬上去 200多的時候 我們三個就拍了一張照 之後我就不想爬了 太累了 因為上面還有500多 我爸媽就爬上去了 然後妳知道爬上去要爬下來 對 所以事實上 真的是爬爬燥 就是吃了之後 就兩個都在吃 然後我爸又練太極拳 其實太極拳很多 有那種蹲馬步 對 其實很傷對不對 對 很傷 然後自從拍了這張照片 我每次只要講 就被我爸媽笑 結果我自己想說 不行 我也要吃 因為我自己在練路跑 就是我有跑馬手 是 對 所以我這一年開始覺得說 跑馬手其實膝蓋保養 肌肉的有力量很重要 對 真的好感人 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銀髮族 或者是說 其實我覺得年輕人 或者是說你真的平常有在 上健身房 像男朋友老師你在運動 對 或是女孩子有在穿高跟鞋 我覺得都需要 因為畢竟妳膝蓋的瘦損 跟摩擦能力 都是比別人多的 對 所以我覺得要提早保養 而且你看小小一粒有沒有 真的很方便 今天很棒 收穫超過的 真的 我自己覺得講完 都覺得膝蓋好了 我就覺得 好舒服 沒有 我覺得是 最少找到一個保養自己的方法 對 而且我媽媽常常在講 其實是 我媽媽最常說 我們只要健康 媽媽只要健康 兒孫就是福氣 對 沒錯 我們也是 我們自己現在有小孩了 我們自己健康 我們自己的小孩就是福氣 沒錯 就是對小朋友最好的禮物 沒錯 我很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好棒 不過在這裡 我發現兩隊今天很厲害 沒有人掛鈴 我扮約藍布老師會很可怕的 就沒想到你們居然答對兩題 謝謝 別跟我說對 答對兩題 要平手 平手 所以你們成長到底都不正確 來 反正這先放進來 一個左腿 一個右腿要平均 對 左腿要平均 對 這麼厲害 好 來 來 平均走起來就穩健 對 來 所以現在各六顆 好想要禮物 好想要禮物 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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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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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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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而且聽到大家 不只把自己顧得很好 也把自己的家長 顧得很好 爸爸 媽媽顧得好 就像妳講的 就是我們兒孫的福氣 真的 希望藉由今天的觀念 還有方法 大家都可以幫我們的 卡塔呼 存老本 我們一起健康走到牢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記得繼續守定我們的 一鞋大聯盟 大家拜拜 有 膝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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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好 這個我有親 有就是媽媽人吃 謝謝 謝謝 你媽真的太可愛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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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